客運開上國道北返基隆 这一生在密闭空间特别响 驾驶十根指头再比美 剪完指甲还要磨个边 方向盘放好去 意识到车子偏离车道后 出手赶紧拉回 就是有左右晃动 车上其实也是有十几个人 就是感觉就很像方向盘 就是转回来 就是原本的道路的那种感觉 分心剪指甲也没忘记滑滑手机 最后手机打横 边开边看 全被车上乘客拍下当证据 很危险 专心开车有可能会发生车祸 如果以我本人来讲的话 我一定会跟他讲 因为我自己在开车的时候 我都不可能会这样子 对啊 更何况你又是坐那些 你又占那么多人 十号上午八点四十分左右 一辆台北往基隆方向 泰勒客运 司机剪指甲滑手机危险行径 让投诉乘客直冒冷汗 国道警方以危险驾车规定 开单举发 最高可开罚两万四千元 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 处罢条例第四十三条 第一项第一款 以其他危险方式驾车 违规属时 本大队将依规定自单举发 陈储就是让他先停牌两天 那做防谈讨论这件事的严重性 再教育 客运业者决定再教育 避免危险驾驶再发生 剪指甲一身卡 放掉方向盘 乘车民众很惊吓 三雄网上有罗佩与联邦 台北报道 部队 警察 相逆地